北京大學稱中國染疫人數超9億 我壓殺遊戲爆火 玩家玩弄習近平 拜登回見岸田 美日加強防禦抗共 停飛近4年 波音737MAX恢復在中國運營 美中議院議長稱 考慮撤銷對特朗普的彈劾 中國疫情在去年年底猛烈爆發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根據大數據模型估算 去年12月20日 中國境內多地疫情已達到巔峰 截至今年1月11日 全國新冠感染率累積大約達64% 感染人數累積大約9億人 這份新冠疫情報告由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副教授馬金晶等人組成的課題組讚寫 對這波疫情的傳播特徵 民眾感染後的症狀 人群和地區間差異等進行系統的分析 根據網絡傳出的信息 北京、上海、廣州的疫情似乎非常嚴重 但北大國發院課題組根據數據估計 西部地區的感染率可能更高 這份報告的結果顯示 這波累積感染率最高的前三名省份都在西部 依次是甘肅省 你和你的我夥伴必須一起完成任務 要留意那些不懷好意的惡霸和其他料類 他們已經滲透到你的團隊中 並且會從中阻撓你的任務 兩個問題來了 第一 這款遊戲近期火到什麼程度呢? 相關數據顯示 我押殺在去年11月後 在線人數直線攀升 目前每天的玩家人數峰值都保持在16萬以上 找居Steam而玩榜前10名 在超過14000條的評論中 好評率達到90%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這款遊戲會在近期爆火呢? 我想到的是有三點原因 一個是中國風控的放開 那些人幾年的悶屈當中 可能是想放鬆娛樂下 第二就是遊戲本身在設計的時候 增加了很多元素 戰略性和可玩性更強 第三這款遊戲之所以 火是與習近平有關 由於這款遊戲可以給自己的角色起名 於是有很多玩家 在遊戲當中將遊戲人物 就起名為習近平、習明澤、薄熙來、 胡耀波、毛澤東等 被中國當局視為敏感詞的名字 除此之外 還有影片顯示 在中國知名影片 彈幕網站Bilibili上 一些遊戲主播 在對這個遊戲進行直播的時候 有些玩家打開了咪 播放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 習近平下台、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 隨後這些相關的直播間被禁播 同時這則我壓殺直播規範通知 發出通知說 遊戲中頻繁地出現違規ID 嚴重違反直播相關規範 1月9日晚 我壓殺又突然進入了伺服器 圍護 一直到1月12日早上才正式恢復營運 根據開發人員發布的公告說 這款遊戲的伺服器 已遭受到大概2個月的攻擊 在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攻擊之後 不得不關閉伺服器並進行維護和加強 1月13日 我壓殺的開發人員再度發問說 隨著遊戲的熱度上升 為了確保它不會被用來傳播仇恨和傷害 官方將對有影響力的主播等創作者 進行更嚴格的監督 說完我壓殺一款遊戲玩弄習近平要求習近平下台的事件 之後我們再來談談美國 日本是如何聯手對付習近平聯手抗共的 1月1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面 拜登說美國強烈支持日本的防衛 堅定致力於和日本的聯盟 同時對日本國防開支的歷史性增長表示歡迎 拜登還承諾就經濟和安全事務和日本開展密切合作 美日兩位領導人的會晤是本週早些時候美日外長和防長在華盛頓會晤的後續 在那次會議之後 兩國宣布的計劃包括保護日本衛星為東京配備遠程導彈 並升級美國駐紮在日本的海軍陸戰隊 美國官員還稱讚東京的軍事建設計劃 日本上個月批准了三份安全文件 明確地將中共列為最大安全挑戰 並且將國防開支增加了一倍 包括購買可以打擊其他國家的導彈 這是日本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建設 也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大轉變 安田文雄當時明確表示 我們將中共視為對日本的和平和安全 以及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穩定的一個戰略挑戰 除此之外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 拜登和岸田還將討論安全問題和全球經濟 他們的會談可能包括控制對中共的晶元出口 美國近期的大事當中眾議院院長的選舉可為一波三節 在經歷了十五輪投票之後 在特朗普的支持下 凱文·麥卡錫最終當選新一屆眾議院議長 1月12日 曝新當選的眾議院院長麥卡錫表示 會考慮撤銷民主黨控制的上一屆眾議院 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 特朗普在他四年的總統任期內被彈劾兩次 第一次是在2019年 他被指控涉嫌 試圖拒絕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以迫使該國調查拜登之子 亨特·拜登的商業交易 第二次是在2021年 特朗普被指控煽動1月6日的國會大廈事件 在未能達到對特朗普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後 參議院最終在兩次彈劾中宣告特朗普無罪 麥卡錫在1月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議員想要提出撤銷彈劾這一個問題 撤銷對特朗普的彈劾這一個問題 關懈美國共和黨的未來 麥卡錫表示 對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中被指控 與俄羅斯勾結的指控 以及他經歷過的其他事情表示同情 雖然對特朗普的兩次彈劾都在參議院的審判中被宣告無罪 但眾議院對前總統的彈劾仍然記錄在岸 2021年1月13日在國會大廈事件發生之後 麥卡錫表示 特朗普對親特朗普的暴徒衝擊國會大廈負有責任 他當時在眾議院發言時說 總統對周三暴徒襲擊國會負有責任 當他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時 他應該立即譴責報民 這些事實需要特朗普總統立即採取行動 這導致了很多民眾以及一些共和黨人對麥卡錫感到不滿 不過在2021年1月下旬 麥卡錫就前往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私人俱樂部 在那裡兩個人討論了共和黨為奪回眾議院所做的努力 並一起合影留念 麥卡錫投票反對彈劾特朗普 上週在麥卡錫競選眾議院議長的艱難幾天 是特朗普最後敦促共和黨人支持麥卡錫 並親自與一些共和黨內部反對麥卡錫的議員交談 最後麥卡錫才得以當選 在上屆國會當中由俄克拉荷馬州眾議院 馬克偉恩·穆林領導的30多名眾議院共和黨人 提出了一項決議 試圖撤銷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 這個決議得到了眾議院排名第四的共和黨議員 共和黨會議主席艾利斯·斯特凡尼克的支持 再次由穆林領導的一個較小的團體 也提出了一項決議 以撤銷對特朗普的第一次彈劾 民主黨人利用他們的第二次彈劾決策 再次將眾議院最重要的和相應的權力之一武器化 現在是美國參議院的穆林當時說 這與建法無關而是基於個人政治 斯特凡尼克在眾議院共和黨領導層中排名第四 他去年表示對特朗普的1月6日彈劾是一個虛假過程 他說特朗普總統被正確地宣告無罪 現在是時候燒除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總統的名字 以及全國數百萬愛國者的虛假誹謗 麥卡錫在構建共和黨的未來時 除了表明要考慮撤銷對特朗普的彈劾 他還列出眾議院共和黨人的其他優先事項 包括經濟和移民 另外關於美中之間 關係的一則消息是 1月13日波音737 MAX客機在中國重返天空 之前這款波音公司最受歡迎的集體機型在中國 被停飛了近四年 當年波音737 MAX客機在印度尼西亞和埃塞俄比亞 發生兩起致命的墜機事件後 中共當局以安全原因為由 在2019年3月暫停了全國航空公司的 波音737 MAX飛機運營成為全世界首例 在波音公司對737 MAX修改並對飛行員進行培訓後 這款飛機在2020年底開始在世界各地恢復服務 不過中共一直堅持對波音737 MAX的禁飛力 這項在中國 領空飛行的禁令影響了亞太地區大多數公司 從而對美國製造商造成巨大傷害 在與美國貿易關係持續緊張之際 中國因中共COVID清零政策被封鎖了近三年 成為最後一個恢復737 MAX飛機飛行的主要市場 去年12月7日 中共在遭受大規模反清零抗議後 匆忙地解除了一切封控措施 國內的旅遊需求回升 中共禁飛波音737 MAX還有利益考量 因為中共當局為了與西方製造商在市場上的競爭 北京在去年對其割產C919集體飛機進行認證 不過這款飛機就不被看好 原因是中共在這款飛機的每一個開發環節都出錯 這個項目在2008年啟動 原定是2014年首飛、2016年交付 事實上C919直到2017年才首飛成功 美國著名航空分析師查理德·阿布拉菲亞說 C919是一款山寨機沒有什麼新科技 C919的外國供應商中大約60%是通用電器等美國公司 另外中國製造通常有的價格優勢在C919上不復存在 根據公開的資料 中共已經在這款飛機上花了大約200多億美元 C919單價由最初預計的每架飛機5000萬美元左右 飆升到現在的每架大約9000萬到1億美元 這與波音B737和空客A320的價格大致相同 2020年12月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 美國商務部將監督C919項目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列入其新增的軍事終端用戶出口管制清單 禁止向這些中共實體出口代表著不可接受的 用於滑轉向軍事最終用途風險的某一些技術 雖然C919最終獲得了中國民航局的認證 不過如果北京希望向海外銷售這款飛機 還需要分別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和歐洲聯合航空管理局的認證 好了各位觀眾 長江行又要跟你說拜拜 我是趙長哥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subscribe、給like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